交通部推行花冬观光振兴措施原定7月上路 观光鼠利拼提前到6月实施 改为花莲专属 但花莲观光业者表示 不应该纳入台东自由行的补助 为此台东县长饶庆林表示 行政院应该把柄做大 让大家都共好 花莲大地震重创花莲观光产业 原本7月份上路的观光振兴措施 观光鼠利拼提前到6月实施 并且改为花莲专属 目前花莲平均住宿率只剩下3% 而隔壁的台东县还有20% 所以花莲观光业者认为 不该纳入台东自由行补助 为此台东县长若庆林表示 行政院应该把柄做大 让整个大家都共好 我们现在有听说行政院的版本 在自由行的部分是完全没有纳入台东 第一我们是认为行政院在 目前的做法有一个缺失是 就是他把柄没有做大 因为我们认为应该是要去试着去 让整个大家都共好 如果说你只让花东两线去增一点点的资源 感觉不够大方 所以我们希望行政院也能够 从更大的一个角度来观看这件事情 那这样子的话大家都会更好 学者分析行政院投入约13亿元振兴花莲观光 自由行住房补助约8亿元 预估可带动48亿元的观光产值 记者综合报道 定位左右舒适 舒适